之前有傳出那個結婚的事情 你自己有嚇到 你跟他有八分 你現在也算還是這種熱戀的狀態對不對 不 因為我們其實 不要那個情緒 No I'm so sorry 我要尖叫了嗎 還沒 陳峰與愛的發酵是台上珍目 玩家鼓手一年共曝喜訊 我們接下來有一場演出 應該會有同台的那個 Yeah 很開心 因為上一次我們同台好像是我的 演唱會 然後我們那個時候還沒有在一起 是陌生人 今年是陳芳宇出道10周年 透露一屆下考驗中文能力的新節目 而他跟樂團血肉果之際的鼓手燕文 穩交一年 24號小兩口首度在媒體前公開合體 同台演唱會也可以敲碗囉 因為我很喜歡很認真的男生 就是要為了炫耀給別人看 就是他自己很專心在做他很喜歡很擅長的事情 然後那時候好像就是看到他在調他的鼓 然後調超久 然後我剛好也站在台上就在等那個 Soundtrack 剛好就站在我的造型師旁邊 然後跟他講說 欸那個 drummer 還蠻 cute 就沒有 他是 pretty cute 這個感覺就有點眼神發小 本來沒有真的想要就是自己公開 然後後來是因為被拍照了 對才覺得就沒關係 因為其實你們一開始的合照 他都屬於比較那種常勁的人 就是我很喜歡拍那種就是 這叫什麼不經意的照片嗎 Like candid shot 這些照片確實在非常剛開始的時候 所以一定就是非常有火花 先就開始進入一個 對彼此很熟悉 然後越來越了解彼此的狀況 那你們在外面現在兩個人 會比較低調一點嗎 好像還蠻自然的 會被打擾嗎 出去約會的話 其實我們最近都在吃素食的餐廳 有的時候會有一些人就說 欸 你是小肚子雞蛋苦手嗎 我反而是問他 喔 也會問他 對 就都會問啦 然後我就會慢慢拍照 在外面遇到的粉絲都會很開心 你現在也算還是這種熱戀的狀態是不是 喔 因為我們其實 下一個月就 再是一年 所以好像第一年卻是 小肚子 妳會講快天 Oh my god 我以為說 因為我們其實下一個月就要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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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sorry 我剛剛那個情緒 No I'm so sorry 啊哈哈 我要尖叫了嗎 還沒 去年因為燕文發文寫到 Made by my wife 陳芳宇也用丈夫的口語暱稱 城湖南方Hubby 進而傳出兩人以求求完婚 之前有傳出那個結婚的事情嗎 你自己有嚇到嗎 我跟他講Husband 有改口嗎 還是叫Husband 國外也會講Wifey material啦 或是Hubby這種 雖然是給彼此的那個小綽號 然後結果被大家看到 然後覺得有點小害羞 是他媽媽突然說 Oh my god 你是 你怎麼沒跟我說 然後我們就No no no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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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事情是在你的人生計畫裡嗎 譬如說結婚 我覺得 呃希望是喔 結婚這件事情 一定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對我來說 我是一個很靠感覺的人 就是我想 但是我沒有想要現在 也許 我在過個 兩三年 就是我會 有更多的成長 然後希望我也更成熟 然後我那個時候 就有可能會有不同的想法